听别人的故事,悟自己的人生,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为了报复我结过婚,男友在我,查出怀孕那天,和小青梅领了证,我伤心欲绝,预约了流产手术,后来她看见我变平的肚子,彻底发了疯。 为了报复我结过婚,男朋友和她的小青梅领了证,她笑容明媚,满眼幸福,结婚日期,正是我查出怀孕那天。 我摸了摸肚子,转头就去了医院,我流产时,她正在祈祷她的另一个孩子安然无恙,可后来,看到我变平了的肚子后,她却疯了似地朝我嘶吼。 沈可,你这个疯子,谁让你打掉她的? 结婚日期是4月17号,那天,也是我查出怀孕的日子。 也就是说,陆怀上午陪我拿完报告单,下午就去和林薇领了证。 我指尖微颤,差点拿不稳这薄薄的一本。 和陆怀重逢的这两年,我们都像是释怀了曾经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 但现在看来,释怀的只有我,想继续爱下去的,也只有我。 我抹了把泪,把结婚证放回了原处。 可心脏处却抑制不住砰砰地跳动,每一下,我的手就下意识地颤抖一瞬。 我按住了左手,不起用,又狠狠地垂向了书桌,一下又一下。 别动了,我说别动了,听不懂吗? 我歇斯底里的大吼,眼泪却像泉水一样,一股股地涌出。 心脏疼,手疼,肚子也跟着疼。 我弯下了腰,哭着把手搭在了抽动的肚子上。 宝宝乖,别闹了,妈妈没事,妈妈会保护你的。 怀孕三个月,我无时无刻不再期待这个孩子的出生。 记得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天,陆怀开心坏了,他激动地把我抱在怀里,说话都磕磕绊绊的。 他说,他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男人,有漂亮的妻子,可爱的孩子。 我哭着哭着就笑了,我怎么就信了他的话呢? 我怎么就相信,他是真的忘记过去,想要和我重新开始了呢? 你眼睛怎么红红的? 又哭了,陆怀弯腰换鞋,走过来把我搂在怀里。 我深吸口气,想压下胸膛的酸色,却在这一刹那,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。 不浓,甚至混杂着泥骨丁的味道,可我还是闻到了。 我很确信,我没有闻错,那股枝子花的味道,我在林薇身上闻到过。 我闭了闭眼,推开了陆怀。 他眉心一拧,语气夹杂着冷意。 神渴,闹什么? 还是说,孩子在闹? 他有些无奈,大手轻轻在我鼓起的肚子上抚摸,像是在安抚里面的小孩。 他俨然一副慈腹模样,温柔的眉眼让我都开始怀疑,那本结婚证是不是假的了? 陆怀,我们什么时候结婚? 刚查出怀孕那天,我就提过要去领证,不然肚子大了,拍照不好看。 可陆怀却说不及,孩子生下来在领证办酒席是一样的,到时候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拍照。 我觉得这样有意义,也就同意了。 这三个月来,我没有再提过要结婚的事。 今日一提,陆怀的眼神却闪躲几分。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,不是说等孩子生下来再考虑这些吗? 可可,你又忘了,是不是孕妇的记性都不大好? 陆怀扯着领带起了身,我去洗个澡,你别多想,我们一定会结婚的。 他进了卧室,手机放在了茶几上。 没多久,消息就接二连三地弹出,备注是微微。 我呼吸都清了几分,拿起手机解了锁。 网上一条条翻着,到家了吗? 你都不知道,你一走,孩子就扑腾个不停。 老公,你说他是不是特别有灵性,知道他老爸不陪他睡觉,所以不开心了。 不过你放心,我会安抚他的,我会告诉他,他的爸爸很爱他。 我指尖颤抖着,缓缓放下了手机。 那一条条消息就像尖刺一样,往我心里猛扎。 老公? 孩子? 原来,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。 我只是个局外人。 陆怀出来时,额前的碎发还在滴水。 我紧了紧手中的杯子,有些事也是时候该说清楚了。 我张了张嘴,喉咙一阵干涩。 陆怀 话还未落,陆怀的手机就响了。 他皱了皱眉,走向了阳台,甚至他还关上了那扇落地窗。 我透过玻璃,看见陆怀的眉时舒适缓,可他的嘴角始终挂着一抹宠溺的笑意。 我嘴角抽了抽,垂眸压下了眼底的情绪。 不多时,陆怀挂了电话,眉间微皱。 公司临时有事,我要赶过去处理。 可可,你先睡,不用等我。 他弯腰在我额头落下一吻,声音眷恋柔情。 乖,早点休息。 我看着他大不留心的背影,心脏猛的一沉。 已经快十点了,公司能有什么事非得他亲自去处理。 还有那通电话,除了林薇,我想不出是谁。 林薇和陆怀是青梅竹马,两人感情颇深。 当初,我和陆怀谈恋爱时,他还暗地里找过我,让我离陆怀远点。 我自然不同意,和他大吵了一架。 他生气了,跑了,陆怀只是摆摆手,说他是小孩子脾性,闹两天就回来了。 现在,因为林薇一通电话,他甚至不惜撒谎骗我。 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,一阵抽搐之后,我手脚都凉了,额头冒出丝丝密汗。 我打给了陆怀,刚接通,就传来他有些不耐烦的声音。 可可,陆怀,我肚子疼,你能不能回来送我去躺医院? 屏幕那头有车鸣声,陆怀呼得吃笑一声。 我刚走你就肚子疼,可可,你可真会闹,比两年前还会闹。 要是实在疼,就去医院,我不是医生,治不了了病。 我呼吸一致,下一秒,电话传来盲音。 我安抚着肚子里的小宝宝,一边忍着疼叫了120。 陆怀变了,和大学时相比,他所有的温柔都戴了一层面罩。 只是这层面罩,我在两年后才掀开了一脚。 一番检查后,医生告诉我是孕妇情绪太激动才导致的肚子疼。 他看了眼我身侧,皱眉问道,你一个人来的,老公呢? 我抿了抿唇,那声老公,听着讽刺极了。 我没有老公,医生的眼神怪异一瞬。 我又道,请问,可以安排流产手术吗? 医生摇了摇头,像是见惯了我这样的人。 他开了个单子,手术安排在了三天后。 这三天好好休息,情绪别太激动,女孩子,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 我听着那苦口婆心的劝告,心脏疼了一瞬。 电梯门开时,我闷头往里走。 一声诧异的咳咳,换回了我的思绪。 陆怀把我拉到了角落。 为什么来医院? 他语气带着质问,甚至怀疑我是在跟踪他。 我拿出单子,陆怀眼里的冷意才散了些。 他伸手,在我肚子上摸了摸,嘴角挂着一抹笑。 真调皮,就知道害妈妈难受。 等你出来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我眼眶忽得温热。 那略带着父亲的口吻,让我下意识以为,他也是期待这个孩子的。 我别开了眼,默默后退了两步。 陆怀的手盾在了半空,眼神暗了下来。 我轻声道,医生说,是孕妇情绪太激动,导致的胎动,现在肚子还一抽一抽的疼呢。 听着我的解释,陆怀的脸色才缓了下来。 他牵起我的手,带我去了一家高档餐厅。 宝贝怀孕辛苦了,怪我最近太忙。 没来得及陪你。 今天补给你好不好。 陆怀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。 我也没有问。 好像我们之间真的只是偶然遇见了,然后来餐厅吃了个饭。 从始至终,他神情淡定,没有丝毫心虚。 我切着牛排,手却怎么都是不上进。 抬头时,正闯进陆怀深邃的眸。 那双眸里,仿佛藏了万年寒冰。 下一秒,寒冰化开,带了点笑。 我帮你。 是不是还很难受? 要不要再去医院检查检查? 刀摩擦着盘子,发出刺拉声。 我摇了摇头,陆怀把盘子放在了我面前。 好了,尝尝,我记得你大学时就爱吃这家的牛排。 我放了一块进嘴里,却再也尝不出从前的滋味,甚至多了一丝苦涩。 陆怀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,他拿起来看了一眼,眼神一瞬间揉了下来。 可下一秒,他又放下了手机,按了静音。 为什么不接? 陆怀眉目一挑,柔声道,陪你吃完再说,其他的都不重要。 我拿刀子的手紧了紧,那通电话怎么会不重要呢? 那可是他老婆的电话,孩子他妈的电话。 我心不在焉地吃着,陆怀却很有兴致,我明显感觉到,他的心情很好。 是因为,他享受着报复我的过程吗? 享受着,我被蒙在骨子里的过程。 我仰头喝了杯水,压下了心间的苦涩。 不吃了,送我回去吧。 回了家,陆怀连家门都没进就走了,他说公司有事,可我却知道,他是去医院了。 刚才路过病房时,我在墙上的屏幕上看见了林薇的名字。 他在住院。 我摸了摸肚子,还有三天,这个生命就会化作一滩血水。 我收拾了行李,本想着,陆怀再回来,就和他说清楚。 恨我也好,报复我也好,至少要让这段感情断得明明白白。 可这三天,陆怀却一直没有回来。 打电话,他也是用出差的借口搪塞我。 直到我经过林薇的病房,看见了俯身贴耳在他肚子上的陆怀。 那一刻,我发现什么都不重要了。 没必要揭穿他的谎言,也没有必要问个缘由。 安安静静地离开就好。 我做完手术那天,林薇也被推进了手术室。 我在走廊尽头,看见陆怀焦头烂额地走来走去,每一步都写满了不安。 他双手合十,祈祷着那个孩子能平安无恙。 可也在今天,他的另一个孩子没了。 甚至,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捶了捶眸,在林薇的病床上留下了一封信。 之后,我提着箱子,去了机场。 我想,这一次才是我和陆怀真正的诀别。 我坐在候机室,肚子还在疼。 听着震灵的手机,我虚弱地按了接听。 刚接通,陆怀阴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。 沈可,你告诉我,什么叫此生不见? 你又想一走了之? 我记起来了,信的最后,我是留了这么一句话。 记得大学毕业那天,所有人都在准备着迎接新的未来。 陆怀也在准备迎接我们的以后。 那天他很激动,说话都带了似颤音。 他说,可可,我们会有一个房子,会养一只猫,生两个娃。 他说得语无伦次的,我看着看着就笑了,笑着笑着就哭了。 我不想戳破那个泡沫,一点都不想。 所以,我陪着他幻想了一整天。 那天他喝了很多,喝得很醉,睡着的时候还在嘟囔着我们的以后。 可第二天他醒来时,却怎么也找不到我,只在床头找到了那封褐色的信封。 那封信里,我好像也写了一句,死生不见。 可是谁知道,三年后我们又重逢了呢? 甚至,又在一起了。 我张了张嘴,胸口处哽了一瞬。 陆怀粗重的呼吸声,一下又一下。 我知道,他是气急了。 可我不知道,他是在气还没有享受到真正报复我的畅快。 还是在气我,事先发现了他的阴谋。 或许,两者都有。 陆怀。 我声音很轻,有些哽咽。 其实,我看到那本《结婚证》的时候,是真的疼,疼得都快呼吸不过来了。 后来知道了临危怀孕,我更疼了。 恭喜你啊,你的报复很成功。 现在,你可以放过我了吗? 半想,陆怀痴笑一声,原来你已经发现了呀,真没意思,我还想等你生下孩子再告诉你的呢。 审可,你也结过婚,应该不会计较才是啊。 现在又在闹什么脾气? 一股寒一袭来,我冷得牙尖发颤。 原来,陆怀已经不在意我的疼了。 我挂了电话,删掉了陆怀的所有联系方式。 上飞机的那一刻,我仿佛回到了那一天。 唯一不同的是,这次我是带着满身伤痕,狼狈离场。 出机场后,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拿着牌子激动摇晃的身影。 我勉强笑了笑,朝他走去。 沈亿看见我后,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。 老姐,你可算回来了,我想死你了。 我疼得皱了皱眉,忙拍着他的肩。 悠着点,我刚做完手术。 沈亿震惊地张大了嘴,什么手术? 你咋了老姐?不严重吧? 我摇了摇头,不严重。 沈亿的话很多,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。 姐,那个陆怀,没跟你一起回来。 两年前,我和陆怀重逢时,我就激动地给沈亿开了视频,跟她说了一切。 沈亿明明已经很困了,却还是强撑着听我说完。 姐,要是你们还爱着对方,那就在一起吧。 你们已经错过一次了,不能再错过了。 我激动到连连点头,甚至想了好几种结果。 要是陆怀不爱我了,那我该怎么办? 如果他单身,那我就追他。 如果他有女朋友,那我就退出。 可还不等我主动出击,陆怀就率先向我发出了复合的信号。 他说的情真意切,眼里满是柔情蜜意。 我慌了神,动了心,连真伪都懒得变了,就那么复合了。 在一起两年,却是一个迷天大谎。 车子缓缓停了下来,我默然回神,看着车窗外熟悉的建筑,胸口有些堵。 我解开安全带,沈亿却迟迟没动作。 她伸出手,指了指我的眼睛。 姐,你又哭了? 我下意识摸了摸眼尾,沈亿突然一把抱住了我。 姐,你是不是受委屈了? 那个陆怀,是不是欺负你了? 她满眼心疼,话里带了气。 我拍了拍她的肩,没有,下车吧,妈该等着急了。 两年没有回这个家,再次踏入时,早已不负两年前的心气。 我妈看着我苍白的脸,满是心疼。 出去两年,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? 小可,你受苦了。 我摇了摇头,想扯出一抹笑宽慰我妈,可那笑却比哭还难看。 在外面,我是个成年人,可在家里,我也是我妈的孩子。 我抱着我妈,像小时候那样寻求保护和安慰。 我妈一下又一下地顺着我的背,她没有强问,我也没有开口解释这两年的不归家。 我的家人,至今以为我只是做了个小手术。 在家休养了半个月,我的身体渐渐恢复如初。 只是心里那块一直郁郁寡欢。 沈亿怕我得了抑郁症,强行拉我出了门。 姐,你不能一天都闷在家里,真的会憋出毛病的。 现在我是家里的顶梁柱,你要是真有什么不痛快,你跟我说,我肯定站在你这边。 沈亿向来敏感,我虽没有明说,但她也猜出了七八分。 我扯了扯唇角,随着她做了发型画了个精致的妆容。 明眸红唇,那还有半分腿米的样子。 沈亿带我去的是一个拍卖会。 她捏了捏我的手,笑道, 姐,你看上什么了,尽管拍,弟弟买给你。 我勉强扯出一抹笑,好,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 拍卖品琳琅满目,我看中了一枚戒指, 据说那是哪国的王妃传下来的。 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收入囊中, 愣是把两千万的东西,抬到了八千万。 我激动地捏了捏指尖, 下一秒,一道低沉声默然响起。 一个亿,众人哗然。 我脸上的表情凝制住了,大脑一片空白。 那道声音,我无比熟悉。 本以为能此生不见,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。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,感觉到了那道浓烈的视线。 沈亿回头看了一眼,没好气地说道, 姐,你继续,别管她。 见我没动,沈亿举起了牌子。 我伸手扯了扯她的衣袖。 算了,我们走吧。 我拉着沈亿起身, 洋装镇定地越过陆怀。 在经过她时, 一只大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, 我像是被鬼缠住了似的, 猛地一甩。 因着这一甩, 我差点身形不稳, 好在沈亿及时搀扶住了我。 阿怀,那戒指真好看, 等会儿你帮我戴上好不好。 甜美的声音如此一般, 听得我抓耳挠腮。 陆怀眉目一顿, 低声道, 好。 我脚步停了一瞬, 陶冶似的离开了拍卖所。 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 试图压下胸膛处的涌动。 沈亿沉着脸, 声音低了几分。 姐, 那是不是陆怀? 我放缓了动作, 在沈亿质问室的目光下, 缓缓点头。 她粗喘两声, 咬牙切齿道, 妈的, 负心汗, 我去教训她一顿。 沈亿气势汹汹, 那架势恨不得扒了陆怀的皮。 我忙拉住了她, 别惹事, 我和她已经没关系了。 既然断了, 那陆怀如何, 也与我无关了。 断, 就该断得干干净净。 我和沈亿拉扯间, 一道讥讽声忽然响起。 沈可, 你真厉害, 五年前离开是因为别的男人, 现在离开还是因为别的男人。 你就这么饥渐下剑。 最后几个字, 她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 我的心脏疼了一瞬, 垂眸压下了眼底的苦涩。 陆怀, 你没有资格指责我。 陆怀痴笑一声, 没有资格。 别忘了, 你还怀着我的孩子, 怀着我的肿, 去找别的男人, 你说我没有资格。 她句句带了刺, 眼神满是嘲讽戏谑。 重逢的这两年, 我以为陆怀没有变, 可现在我才知道, 她早就变了。 变得不再温柔, 内里装满了仇恨。 不, 她还是温柔的, 只是那抹温柔不再给我。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平静了下来。 不等我开口, 沈亿却像是明白了什么。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 怀孕。 你说的手术, 其实是。 我在她的不可置信中点了点头。 沈亿突然疯了似地朝陆怀使出拳头。 混蛋, 我他妈杀了你。 一拳又一拳, 几乎拳拳倒肉。 陆怀瘦了几下后, 就反应了过来, 和他扭打在一起。 你这个肩膚, 怎么还比我先沉不住气? 沈可, 你眼光变差了。 我着急地去拉沈亿, 你们别再打了, 沈亿。 刚触碰到她, 就被她不小心挥倒在地。 一股疼意从尾椎骨窜了上来, 我倒吸一口凉气, 发出一声青丝。 她眼间, 正看见凌薇无措地躲在角落, 她肚子拱起一个弧度, 双手小心翼翼地护在肚子上。 她右手中指尖, 正戴着拍卖会上的那枚戒指。 我别开眼, 声音大了几分。 沈亿, 我叫你停手。 她动作一顿,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 我撑起身, 一把拽过了她, 看着她嘴角的青子, 我叹了口气。 我们走吧, 我和她已经没关系了, 别为了不值得的人弄伤了自己。 我没有看向陆怀, 但也知道她身上的伤比沈亿好不到哪里去。 毕竟, 沈亿从小就练拳, 而陆怀, 只会歇散架时。 陆怀呸了一声, 吐出一口血沫。 她漫不经心地逆向我, 沈可, 这就走了, 不聊聊肚子里那个肿的事, 还是说, 她愿意给孩子当后爹? 你, 沈亿气急地想再次上前, 我连忙拉住了她, 冷冷地对上了陆怀的视线。 陆怀, 忘了告诉你, 孩子我已经打掉了, 我们之间, 不会再有任何牵绊了。 陆怀猛了一瞬, 又不可置信地看向我变平了的肚子。 在确定我是真的留掉了孩子后, 她双眸瞬间阴沉了下来, 眼神满是寒意。 她带着极大的怒气叫出了我的名字。 沈可, 你他妈疯了, 谁准你打掉她的? 我看着她无端地发怒, 心下不解。 转眼又想起来, 她本就是想报复我, 孩子, 也是报复的一环而已。 只是她也未曾想到, 我在她揭开真相之前, 就率先发现了真相。 我讽刺地扯了扯唇角, 陆怀, 其实你的报复已经很成功了, 真的。 你都不知道, 在我留掉孩子那天, 我看见你在手术室外, 为你的另一个孩子祈祷时, 我有多难过。 可我也庆幸, 至少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, 至少, 她不用出身面对私生子的身份。 不过陆怀, 你可真让我恶心, 居然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肯放过, 你究竟是有多恨我呀? 五年前, 我家公司出了资金问题, 我爸为了逼我联姻, 不惜拿陆怀的前途威胁我。 那时的陆怀, 心高气傲, 要是知道了实情, 指不定怎么闹。 所以, 我留下了一封信, 就那么走了。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无缘了, 没想到三年后又重逢了, 我没有隐瞒我结过婚的事实, 她也出奇地不在意, 只是没想到, 她的不在意都是装的, 其实, 她恨极了我丢下她, 恨极了我的背叛。 陆怀像个雕塑似的愣在那儿, 嘴唇如动着。 神渴, 你不该打掉她。 她的声音满是落寞, 抬脚朝我走来。 刚迈出两步, 林薇忽然捂着肚子发出惊呼。 阿怀, 我肚子疼, 宝宝是不是又出事了? 陆怀脸上闪过一抹惊慌, 拦腰抱起林薇, 背影满是慌乱。 沈亿气不过, 低骂了一路。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, 我都不气, 你还气。 那能一样吗? 姐, 要是你早告诉我, 我铁定打得他爬都爬不起来。 不过也怪我, 要是我比你大, 当初, 你也不会被爸赶鸭子上架和顾哥联姻。 我看向了窗外, 沈亿的声音低了几分。 当初公司太困难, 和顾家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 后来, 公司活了, 顾时辰也真正掌握了顾家, 我们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才得以结束。 对了姐, 明天有个晚宴, 你也一起去吧, 别老一天憋在家里, 爸已经没了, 你再这样, 妈会伤心的。 我点了点头, 应下了这场晚宴, 已经两年没参加过这类宴会了, 如今再踏入这种地方, 我却做不到曾经的游刃有余。 我在沈亿身边充当着花瓶, 看着她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个场合。 有些宽慰地笑了笑, 沈亿比我小六岁, 当初公司发生危机时, 她还没成年呢。 直到我要联姻后, 她躲在房里哭了一夜, 谁劝都没用。 我出嫁那天, 她牵着我的手, 郑重说道, 姐姐, 等我长大了, 换我来保护你。 如今, 她能独当一面, 这其中的付出难以想象。 我有些无聊, 借口去后花园透透气, 却没想到, 会在这里遇见陆怀。 黑西装显出了她的宽肩斩腰, 比大学时有魅力多了。 我淡淡扫了她一眼, 起身想走, 却被她抓住了手腕。 沈渴, 我们聊聊。 我看着她的手, 滚烫的温度传了过来。 我们好像没什么好聊的。 陆先生, 别忘了你是个有家世的人, 放手。 陆怀脸色一变, 薄唇清奇, 林薇的孩子不是我的。 后花园很静, 以至于她的每一个字, 我都听得清楚。 可是, 那又如何呢? 我笑了笑, 陆怀, 你的解释是那么的苍白, 以至于, 我想信都难。 她眼洁轻颤, 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嘲讽算计。 反而, 多了抹苦涩。 沈渴, 你说你难过, 那你有没有想过, 当初你走的时候, 我有多难过。 你一声不吭地就走了, 就留下了一封分手信,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? 我疯了似的, 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, 我找辅导员要了你家地址, 你知道我去的时候, 看见你穿着婚纱坐上婚车, 我有多难过吗? 不是只有你一个难过, 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心。 我和陆怀, 就像是两条香蕉线, 从不认识, 到相知相爱, 再到逐渐走远。 现在, 我们都回不了头了。 陆怀, 你报复, 也报复过了, 孩子也没了,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, 你回去好好和他过日子, 我们别再见了。 这场感情, 怪不了谁, 只能怪天意弄人。 背后突然贴上来一堵肉墙, 陆怀死死地圈着我的腰, 低声响在头顶。 我以为, 我可以做到忘记过去, 不再和你纠缠, 可是我坚持了半个月, 神渴, 我发现我不行, 我忘不了你。 林薇的孩子不是我的, 结婚证我也可以解决, 我不赌气了, 我马上就和他办理离婚, 然后我们好好过, 行吗? 他的恳求一字一句朝我砸来, 可我却再也没有了两年前的心动。 我试图掰开他的手, 却掰不动分毫。 我叹了口气, 无奈道, 陆怀, 松手吧。 不要, 不要。 他的语气透露着惊慌, 我闭了闭眼, 突然, 迎面走来一个人, 沈小姐。 顾时琛一手插兜, 金丝镜框下, 一双眼细血不已。 我趁着陆怀松懈之际, 忙从他的怀里退了出来, 小跑向了顾时琛。 许事有过三年的合作, 顾时琛默契地把我护在身后。 陆怀面露不渝, 可可, 他是谁? 顾时琛轻笑道, 我呀, 沈小姐的前夫, 顾时琛。 陆怀脸色更难看了, 咬牙切齿出前夫两个字, 他朝我伸出了手, 可可, 过来。 我摇了摇头, 陆怀,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 不管临危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, 也不管你是不是因为赌气, 才和他领了证, 这一切都不重要了, 我们之间, 没必要继续下去了。 陆怀张了张嘴, 还想说什么? 顾时琛却率先堵了回去。 陆先生, 我认为可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 你要是再纠缠, 就不好看了, 再会。 我跟着顾时琛到了休息室, 不止我们, 沈亿也在, 还有一个陌生女人。 那个女人长相大气, 一身白色长裙, 更显她温柔大方。 她抬了抬手, 沈小姐, 我愣了愣, 顾时琛牵过她的手轻轻揉了揉, 但笑道, 介绍一下, 我女朋友, 穆晴。 我恍然大悟, 顾时琛心里有个白月光, 就叫穆晴, 在我们联姻时, 她就说过, 我们只是合作, 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关系。 等她掌权了顾家, 我们就离婚, 当然, 她也不会断了对沈家的帮助。 而她做的这一切, 只是为了能和穆晴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 我问穆晴, 你不会怀疑她, 生她气吗? 毕竟, 她结过婚。 穆晴笑了笑, 是生过气, 她什么都不告诉我, 独自一人面对, 你说我气不气? 但现在不气了, 我知道, 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, 你们的婚姻, 也只是合作关系。 再说了, 她在我门前跪了三天, 我要是还气, 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。 我了然一笑, 羡慕她的理智大方。 沈亿咧嘴一笑, 还是顾歌有用, 把我姐顺利带了回来, 要是我去, 不打一架, 可不会罢休。 原来, 是沈亿让顾时春去的后花园。 晚宴还没结束, 我却不想再待下去了。 沈亿皱了皱眉, 姐, 我还有场饭局, 要不我让人先送你回去。 不用了, 我打个车就好, 你忙你的。 我拉开休息室的门, 差点撞上一堵肉墙。 陆怀直挺地站在门前, 像尊雕塑似的。 她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, 我一时看不明白。 我淡淡道, 让开, 挡我路了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? 低声在头顶响起。 我愣了愣, 几秒后, 反映过来她话里的意思。 当初不告诉她, 是怕她闹。 后来不告诉她, 是因为她不在意我结过婚, 所以觉得没必要解释。 我深呼口气, 拦下了想发火的沈亿。 沈亿, 你不是还有饭局吗? 你去吧, 我自己解决。 她犹豫了半想, 我看向了顾时辰, 三年的默契, 在这一刻什么话都不用说, 一个眼神就能懂。 等他们都走后, 休息室就剩下了我和陆怀。 关上了门, 她突然一把抱住了我。 对不起, 沈渴, 对不起。 她的声音染了一丝哭腔, 失去了平日里的冷漠沉稳。 沈渴, 你恨我吧, 怪我吧, 可是能不能不要离开我? 感情的事, 最是怪不了人。 我手指微微发颤, 缓缓搭上了陆怀的手。 她激动一瞬, 表情化为惊喜。 下一秒, 我淡淡推开了她。 抱歉, 我已经不爱你了。 如果我没有发现那本结婚证, 我会在七代中生下那个孩子。 那时, 陆怀也许会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 然后给我致命一击。 我会变成人人喊打的小三。 我的孩子会变成被人看不起的私生子。 如果到了那时, 我毫无反击的能力。 陆怀也绝不会手下留情。 那太可怕了, 我庆幸我发现得及时。 陆怀眼眶心红, 摇着头, 满脸的痛苦。 可可, 再给我一次机会, 我会处理好一切。 我不会再管别人了。 我们重新来过, 我会娶你, 和你结婚。 陆怀激动地说着, 突然, 门外传来一阵响动。 就是这里, 沈家大小街就在里面, 我老公也在里面。 房门烹的一声被推开, 接着挤进来很多拿着相机的人。 一个个闪光灯像雨点似的打来。 沈小姐, 有人说你知三当三, 你能解释一下吗? 沈小姐, 听说你流过产, 请问孩子是陆先生的吗? 沈小姐, 沈小姐, 一声声沈小姐, 闪烁的灯光, 让我头晕目眩。 余光中, 林薇嘴角勾着一抹恶毒的笑, 眼里含着泪花。 我和陆怀是有结婚证证明的, 而且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。 沈可就是第三者, 她就是小三儿。 谁说她是小三儿? 都把相机放下, 出了事你们能担责。 陆怀语气冷冽, 紧紧地把我护在身后。 我肚子疼了一瞬, 才半个多月, 那么我抽疼还时不时地发作。 我从她身后站了出来, 冷冷地扫了一圈。 记者的脸此刻就像血盆大口, 恨不得将我拆吞入腹。 陆怀紧张地拉着我的手, 可可, 你别怕, 我会处理好, 你到我身后来。 阿怀, 我才是你妻子, 你怎么护着这个女人? 你忘了, 我们已经领证了。 我讽刺地勾了勾唇, 看着陆怀眼里的冷意和不耐。 他们结婚了, 这是事实, 改变不了。 沈小姐, 你沉默是代表默认了吗? 你真的是小三儿。 那你的孩子呢? 你为什么不生下来? 你会生一个私生子吗? 我冷冷地回对着那个记者。 我没有理会陆怀此刻的表情, 冷声道, 我和陆怀两年前确定了关系, 是她在我怀孕期间和别的女人领了证, 所以, 我只能是被小三儿。 至于她, 我只向林薇一字一句道, 她应该算是小三儿上位吧, 毕竟我和陆怀的关系, 她一直都知情。 顿时, 所有尖锐的问题移向了林薇和陆怀。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林薇的尖叫, 陆怀的惊慌, 平静地走出了这场混乱。 没多久, 关于我小三儿的热搜, 冲上了热榜。 沈亿知道后, 立马联系了公司公关, 盲天火地地处理热搜。 接着, 林薇当场晕倒, 和陆怀抱着她急冲冲去医院的热搜, 也冲了上来。 相比他们的手忙脚乱, 我显得镇定多了。 直到后半夜, 我接到了陆怀的电话, 她的声音有些疲惫。 热搜我已经处理好了, 可可, 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, 你等我。 好啊, 希望你别让我等太久。 我不是什么善心菩萨, 林薇找来的记者, 让我在热搜上走了一圈, 我当然也不会放过她。 所以, 在审议调查她和陆怀的关系并发布在网上时, 我没有阻止。 甚至, 她还查出了林薇有个固定床扮, 那个孩子也是那个床扮的。 这些消息一发出, 关于我的热搜, 就淡了许多。 几天后, 我又接到了陆怀的电话。 她声音低沉, 屏幕那头有些吵。 可可, 我已经和林薇说清楚了, 也和她协议离婚了, 网络上的事我也处理了。 我们, 我们不可能了。 我急速地打断了她的话。 就在几个小时前, 林薇打电话朝我发泄了一通。 她把失去陆怀的原因怪在了我的头上。 她歇斯底里地大吼着, 神可, 我好不容易和陆怀在一起了。 你出来捣什么乱呢? 你既然离开她了, 就请离远一点。 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? 陆怀和你领证, 只是为了报复我。 我平静地诉说着事实, 可林薇丝毫不在意。 那又怎样? 我心甘情愿被她利用怎么了? 只要你什么都不知道, 她就会一直是我的老公。 林薇这个疯子, 为了陆怀, 真是豁出去了。 我懒得和她争论, 对陆怀更厌恶了一分。 网络上关于林薇是三的热搜迟迟下不去, 陆怀也没有药管的意思。 她在我家门前站了几天, 却被拒之门外。 这天, 下起了暴雨, 陆怀还直挺挺地站在雨中。 我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, 关了窗, 让庸人拿了把伞, 还有一个钥匙扣。 那个钥匙扣是陆怀给我的定情信物。 那时他还是个穷小子, 一个月生活费只有一千二, 那个钥匙扣就要五十, 我喜欢, 他毫不犹豫地就买了。 也是那天, 我认定了他。 门开的那一瞬, 陆怀死记一般的眼睛呼得亮了。 可在他看到那个钥匙扣时, 他脸上的表情又化为了死记。 他还是不肯原谅我。 我早该知道的。 回不去了。 我躲在窗帘后, 看着陆怀失魂落魄地捧着那个钥匙扣, 一步深一步浅地走远了。 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雨中。 不知道是雾模糊了他, 还是他走进了雾中。 后来, 我再未见过他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,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 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, 订阅, 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